台湾第一的文化 台湾第一的文化 正经是千变万化 经济的统计 台湾人仅仅饮地 一年就要饮到四万档的帝昊 不管是年轻的爱饮的 台湾每四个都有的所要因 或是年纪比较大 在这买帝昊回来 慢慢的汹水 慢慢的跑到那种疑似感的享受 这种饮地的文化 漸漸变成一种技术 叫做茶道 帝昊在座着的过程中 也会因为发酵的程度不同 会变成我们经常听到的 青茶、红茶和绿茶 净茶和净任何的农作物都同样 你怎样对台湾 他就怎样对台湾 今天要来拜奉的是 在在六高峰 红红山区的幽质地方 他们这整个当地 也已经通过 国立重庆大学 農幼的检验报告 完全是零检出 阿弘要带你们来看他们 做的全部的过程 由一身理由的问题开始 再来就是日光围雕 台湾叫纳青 刷进来 刷进来室内尾掉 有时候也要放冷气来 控制温度 再来就是浪青 台湾叫做浪青 不可以说是大浪 再来就是把台湾浪和松 静置发酵 再来是把台湾放在这台阶极里面 以过我们来停止发酵的作用 再来用干燥机 让它走过一次 把粗补干燥的台湾 放在这个汤里面 把汤里的台湾倒在这个阶极里面 阶极把台湾堆下去压缩 压缩出来 变作四个形的台湾 这几个动作 要一直定来 整形塑形的最后一个阶段 用莲花座 塑形变形极的球状 再次用阶极来团楼 台湾就会装装起来 所以让它流氧 红氧 够的台湾竿 再来就是背会 改善台湾的品质 最后就是包装 台湾的台湾 在台湾里面 已经在台湾里面没用了 一开始不是要搬台吗 他现在是在台湾里面 在台湾里面 后来才知道 一再去的台湾里面 都有很高的挡漏水 所以要老板去找风机 把台湾里面的水 尽量把它吹掉 等待我们台湾后 在沉冬的时候 当中也会比较实在 比较没让水拼起 在等我们台湾来的时候 老板已经把我们台湾里面 准备好了 怕他们水拼起来 水也准备好了 6点以外 班长载到一车 满台湾 来报道 准备要上公 优质台湾 坚持用优先台湾的方式 来对台 所以三出的台湾 对于用农药零检出 来回报 这也是老板坚持正客的台湾 来经营这个台湾 虽然会比较疼 还够工 不过这也是对消费者 拼这个保证 当当把人生死属性 因为没想到满草 所以来噴除草剂 一楼永逸 三出的台湾 也会受到这些 对土地 对环境 也是不好的处理 若比较大风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有噴除草剂的台湾 滚滚泥浆 黑白楼 像油脂台湾 会定期用人工赌草 绿肥回归大自然 不会用化学肥料 用的是红豆泡 跟其他有机制的肥料 所以已经年载了几个年 通过中型台湾 农药零检出的检验 让消费者 你们都安心 这么小 对啊 这是什么鸟 一般来讲都是灰头焦鹰 灰头焦鹰 所以这个应该是有在用 它用完了 离开了 鸟去朝空了 已经乌化走了 是喔 对对对 这个是还没熟 它熟了 这个壳 这个绿色会变 像香蕉一样 本来是绿色 然后它熟了变深褐色 深褐色 对 那那个纸 是可以去做油 对 然后这个纸就要泡搭 泡搭了 用金的 我刚才说用金的 金油 就压扁 然后里面的油 就会出来 对 对 我想奇怪 这如果没有灰 哪有蜜蜂在这里 有有有 原来是有 有啊 现在花 原来是有花 对 班长 你的材材应该是最厉害的 没有没有 班长也是这边的人喔 鹿谷这边 做这个多久了 很久了 老了 对 我现在不知道 没有去哪里 没有去哪里 都喝酒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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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说怎么没喝威士忌 怎么一直喝酒量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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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地儿了喔 啊 你真是谁啊 你也不要喝酒 你也不喝酒 OK 嗯 你不喝酒 好 吗 你不喝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